Hello 大家好 我是帮你学PS的发听老师 那这一个视频呢 我要给大家分享一下三原色校准的使用方法 那相机三原色校准啊 它在PS里面是非常重要的 经常用于统一图片的色调 例如现在有这样的一个图片 我们看到这一个图片里面呢 就是有许许多多种颜色的 它的色调就是不统一的 那如果我想去统一它的色调的话 我就可以选中背景这一个图层 选中之后啊 点击菜单栏这里的滤镜 找到下方 Camera这一个滤镜 进入 Camera 调色 在右侧面板区域这里啊 就可以找到三原色校准的调色面板 点一下 打开它 那这里呢 会出现三个原色 红原色 绿原色和蓝原色 每一个原色啊 它所对应的颜色是不一样的 红原色这里呢 它对应的颜色啊 就是由紫色到橙色这一部分的颜色 那绿原色它对应的颜色呢 就是由黄色到绿色这一部分的颜色 那蓝原色它所对应的颜色就是这一部分蓝色的颜色 那每一个原色的下方呢 也会各自对应一个色相的滑条 那色相之中的颜色和原色这里的颜色是一一对应的关系 那例如红原色这里 它色相最左侧就是紫色 那最右侧呢 就是橙色 我们通过去移动色相的一个画块 就可以去统一原色这里对应的颜色 我把这一个红原色它的色相拖到最左侧 大家来看 这里对应的颜色呢 它立马就被我统一为了左侧紫色的一个色相 那我拖动到最右侧呢 那它所对应的颜色就会被我统一为 右侧 类似橙色这样一个颜色 按住键盘的alt键去点击这里的复位校准 那所有的参数啊就会回归到最初始的状态 那绿原色也是一样的 你向左去拖动 它所对应的颜色就会被我统一为黄绿色 那我向右去拖动 它所对应的颜色呢 就会被我统一为青绿色 蓝原色向左去拖动 那它会被我统一为青色 向右去拖动 它会被我统一为紫色 那刚才我所做的是移动单个色相的画条 那如果在这里啊 我们把红原色向右去拖动 让它统一于橙色 把蓝原色向左去拖动 让它统一于青色 那中间的一个绿原色呢 再向左去移动 让它统一于黄绿色 大家来看 此时整体画面就变得相对来说 比较和谐统一了 对不对 那画面中好像只有两种主色调 一种是橙色 另外一种就是青色 那是不是非常非常的熟悉呀 网红的青橙色调就是这样来的 那我们了解了三原色校准的使用方法之后啊 就可以来使用它去做一个调色 我们就调整出一个青橙的色调 那现在有这样一个图片 我们看到它的色彩非常非常的多 色调是不统一的 如果你想去统一它的色调的话 你就可以选中背景的一个图层 选中之后啊 点击彩蓝蓝这里的滤镜 去找到下方 CAMERAL的一个滤镜 进入CAMERAL调色 在右侧调色面板 直接去找到三原色校准 那红色这里啊 我们说把它的色相拖动到最右侧 让它统一于橙色 蓝色呢 把它拖动到最左侧 让它统一于青色 那此时画面已经变得 相对来说比较统一了 绿颜色 如果我们拖动到左侧 那画面中橙色会变得多一些 如果我们拖动到右侧 画面中青色会变得多一些 那这里呢 我就把它拖动到右侧 让它偏青这样一个状态 那此时色调已经处理完成了 如果你仔细去感觉的话 你会发现貌似还是少那么一点味道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效果呢 就是由于我们现在只是处理了 它的色调和色彩 还没有对它的影调去做处理 那我们看到这一个图片 阴影的部位 它细节不够突出 我们看不到 那如果我去打开基本调色面板 去向右拖动阴影的画块 提亮它的阴影 然后再简单增加一些黑色的数值 大家来看 效果是不是直接就出来了呀 那如果我觉得这样可以了 直接点击这里的确定 调色就完成了 现在我们就可以来看一下前后的对比了 这是我调整之后的 那这是调整之前的 大家来看 对比还是比较明显的 那这一个视频呢 我就简单和大家分享这么多 那如果你觉得发听老师的分享 对你有帮助的话 你就可以订阅我的频道 我的频道主要是帮助大家 从零基础开始 一直到精通Footoshop使用的 那我们下一个视频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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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